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12月4日星期六 下午的时间 今节有个许刘山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聊聊天 易得台阳 大家好 请大家like我们的影片 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宝 沙冷戏 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节顺应一下网友和听众的民意 因为很多人都留言给我们和PM我们 说不太明白《财迷心肖》 怎样可以应用于梅妈和梅琪在名身上 我也不太明白 问题就是一个我们公众都认为财迷心肖的人 竟然会指责 另一个人也是财迷心肖 这些人是个团伙来的 不是呢 即使梅妈还在黑头发时 还是很好中气时 闹闹闹闹 追追追追追追追到今时今日 98岁都继续在追 是的 事宜不舍 然后官也跟他说过一句话 你因为搞这些遗产案 还欠过百万的纵费 官说不如这样吧 你不要再搞那么多的诉讼了 好吗? 不行!你签是我的! 其实他在2012年的时候 也因为拖欠230万的律师费 被法庭断令破产 是吗? 真是的 我相信他的儿子也在养着他 他们也住在一个颇为中上产的房子 出入也很方便 他名义上是破产 但并不是过破产的人的生活 一点也不可怜 不过他搞了搞了又有点惨 我们回来看看 梅姐本来的打算是跟他们安排是怎样的 我们先听听 然后再看原来现在搞了搞了搞了一锅泡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为了要那些什么东西 那些遗产 打官司打到一锅泡 我们回来讲一讲了 其实梅姐大概留给他们的遗产 再加上什么物业 古灵精怪 资产增值等等 应该就过亿了 哇!也很爽啊! 照价是够花的 对吧! 那梅姐也知道他们两个 我刚才有一节也说过 是热爱度的粉丝 小脚买脚 大小 拼拼拼拼 就拼拼了 因此都怕他们很快就洗掉了 所以就把他的财产成立了一个信托基金 也交由了给汇丰国际信托公司代为管理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梅姐提汇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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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意思 哦!这样? 好了 当时媒体也揭露了这个信托的备忘录是怎样 我们听听本身的安排是怎样 就给梅姐每个月七万元的生活费 还有就安排一个司机 还有一个供应给他 挺好的 非常好的 事实上 真的想得很周到 对于姐姐 梅爱峰两个儿子 还有一个哥哥梅德鸣两个儿子 加上就有170万的读书基金 之后也将他跑马地的一个单位 还有伦敦两个物业送给刘培基 好了如果梅妈大吉利斯两脚一身之后 百年龟老之后 还有剩下的钱就全部捐给妙景佛学会有限公司 这样? 其实当梅姐离开人世没多久的时候 当梅妈知道信托内容已经觉得 什么?这样的事当然不行了 还说要将一部分的遗产捐去做善事 其实在梅姐离开了第四天 差点说一句 头七都未到 就胆官司 不能等 已经跟梅启明 就将这件事告到上法庭 就展开了他们漫长的诉讼人生 他们的目的 一开始就说希望拿回全部遗产 也跟媒体说 我女儿都死了 还捐什么 还说你们这些帮助律师的 还说律师全部都是骗子 吓我这个老人家不懂法律 你们小心出门被人撞死你 然后再说这些最经典的一句 你知道吗 一个月七万元 我觉得有几乎 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家 那么不够用 黑衣了差不多 当时那个记者 访问他那个记者 可能那个年代来说 记者初出来做 我想 14000左右 14000左右 七万都叫黑衣 那我们就叫黑衣 真是惨 没得这样计算 很阴毒 明显就是 财迷心肖 是他 我也觉得是 你可以看到这份 财迷心肖的DNA 就在媒妈身上 发现得到 而这份DNA 也给了这位哥哥 梅启明 真的不太明白 幸好梅姐 都出了名是疏爽 仗义疏台有义气 好了 说到 这个黑衣论一出之后 就多次入品 要求提高生活费 你说黑衣 好了好了 让你咬一咬一咬一咬到 12万回来了 然后12万都不够 到后来就加了要20万一个月 不过20万一个月 都是说不够的 不够的 是 有得有大食大的 贪也是贪的 明显就是 那我们尽量根据一些 媒妈在法庭的 抗争记事录里面 的资料 再说一说出来 他有说自己 那个开支究竟是怎样 所以 才会跟法庭去要求 觉得这个信托基金 不行了 托不住了 你这样的话 我真的比黑衣更坏 2008年的时候 他申报过自己 每月开支是怎样计算的 那我这里 告诉大家 首先 跑马地的单位 是2000尺 连着花园 包括水电 差响 租金 大概4万元 一个月 那时候租这个单位 住住 另外还有跑马地的单位 很有趣 不知为什么 汇丰的信托方面 就不让他回家住 只准放 牛奶 妹姐 这就是一件事 要搞一搞 4万元租 然后交卡数 包括入邮 饮食 和日常开支 大概是2万元 加上两个飞扬 还有一个司机 加上数 是1,5万元 还有什么邪钉 15户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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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的时候 梅妈还说养了6只狗 6只狗的生活费 成为1万元 然后再说 人心 补补气 因为他很有忠气 就是这样骂 人心 和补品 加上燕窩朗口 成为1万元 一个月 再有 梅启明在哪里 其实梅姐的遗产方面 和信托方面 好像没有说过要照顾这个哥哥的 不过梅妈也很好 就将他的开支里面 就撥1万元 就给梅启明一家用的 你看他很省的 1万元 个月的他 还要整家人吃 好心自己找工作 有一万元 占底都不错 老实说 就是一个成年男士 对不对 随便找一份 什么工作也好 另外再电多一万 其实生活都不错 以一个单身男士来说 不过现在 据民就已经 有老婆子女了 要多些钱 都无可厚非的 靠自己双手 照计应该的 很搞笑的 梅妈还试过 叫朋友 帮他拖大喇叭 在汇丰的总行外 在那边在那里 在那里 在那里 还在黑头发 挺有钟气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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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了过多钟 骂完之后 接着梅启明 后来拿回 美彩 就说全力支持 妈妈 这样骂 你们两个是什么团伙 来的 对 以前妈妈还可以 够气 去示威 她就躲在她妈妈后面 是啊 我们说一下梅妈在法庭的威猛事好吗 好 我想那些黄友 黑暴友 甚至乎现在说到自己很凶狠 很勇猛的 都好像不够梅妈那么厉害 甚至乎 芒果佬王毓民 都不及梅妈 看到吗 王毓民在立法会 扔了一只水杯 不是说自己扇手 有这样的 梅妈也试过扔杯 他就把整只手上的保温杯 飞去梅姐的遗产管理人 兜一只杯飞 厉害吗 哇 真是 好勇猛 很勇猛 是呀 芒果佬走在一边 人家不是先手 还没够 左右开工 一边扔保温杯 另一边 就飞鞋 扔去观众席 那么厉害 有人大骂他们 人渣无子 什么人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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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抽鞋 还有 梅妈 也是 骂法官方面 是 始祖来的 还早过 骂法官 那些 什么王官 什么官 那些 他们已经够迟了 其实梅妈 一早已经试过 在法庭外面 示威 大骂法官 梅妈说的 不是我说的 他骂法官是奸商 法官是奸商 不是吧 法官没带 没带他的钱 法官是判安 不是呀 你有所不知 帮着这个遗产管理人 病害我们呀 神经病 遗产使命 大佬 寻了是这样就这样的 哈哈哈 厉害不厉害 厉害 厉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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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实是很早的 他比那些皇友 做的事 是领先很久的 厉害 厉害 无乃 是呀 阴谋论 疑患似真 像文宣祖 他真的有文宣祖的 梅妈自己 他印了一张 世纪大骗案 是呀 哈哈哈哈 周界派 还有 周界派 谭德智 许托那些遗产不肯给他们 全部都自发挥 我们还记得 谭德智最擅长是什么 吃什么 吃香 英俊 你走一旁 梅妈教你 中环到拉框 什么世纪大骗案之外 还是插香 吃香都没够 你不插香哪有得吃啊 是吗 那也对啊 那也对啊 那也很厉害啊 厉害厉害 他在2008年 报完自己的每个月的开支 后来在2009年的时候 他就又在想 他经常想一些想法 如何向信托那里 拿回多些钱出来 给自己洗 觉得7万是不够用 就是乞业资 他说我是乞业而已 那可能律师也说 我都可能未必有 那些师爷 跟他说都未必有 在2009年就想到一个绝招 他说 阿妹走了 我的生活实在太苦闷了 只是听他的歌不够 要在遗产里拿80万 80万出来做什么呢 环游世界歌晚年 到了2017年的时候 又改一改了 他说要一筆过 拿了15年的生活费 拿7100万出来做生活费 行不行 可以的 那官又没有给他 当然不管他 你真是多鬼鱼 傻子 其实他的案子不能審 神经病 很怪的 他为了这些钱 真的什么都想得出 好了 然后又不给 然后又想想第二条选择 环游世界不行之后 然后又想想 好了 他想一个绝招 91岁 我要摆大手 然后又去打官司了 优励啊 因为他不能乱拿钱出来 在妹姐的遗产里 说要领取一些钱出来 做摆大手 兼且要加码 说什么呢 派理事20万 这样也可以 不行的 你不停扭脚没意义的 是啊 其实也算是这样的了 因为他每年 就说可以拿到13万出来过新年 有些传闻说 那你加一加都很多了 其实官都顶不住了 对于一个老人家来说 都是很好用的了 很好用 肯定了 是啊 梅妈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们懂什么啊 那么 他很骂 真的 他的历程都挺遥远的 就是打官司 绝对 他是全香港都为人熟知的 一位人物 他的女儿 人人都很痛惜他 大部分人 不可以说人人 大部分人都很痛惜他 也很怀念他 但是想不到 他妈妈都挺特别 我觉得死到的女儿太准了 我们都知道 四岁半的时候 妹姐就出来唱歌了 是啊 四岁半真是老实说 对很多人来说 四岁半还什么都不懂 但是女儿就要出去唱歌 可以想得到 生活其实有时都挺艰苦的 你叫她唱都没够苦 到了11岁的时候 妹姐自己说的 梅妈开了一间歌厅 除了妹姐要上台唱歌之外 这就麻烦了 还要做主持 11岁 还要做客串的乐队队员 还要下台后 还没有休息 还要做兼职女士英 捧餐 打掃 拖地 那她玩了 所以妹姐都说了 上学的时候 变成了休息时间 那些同学出去玩 她还要做功课 从来都没有跟同学玩过 不是睡觉 在那儿做功课 哎呀真是 好不可可 有时想起都很心酸 是啊 但是看来她根本就不在乎 就是这位妹妹 给人的感觉 我不知道她实际是怎么想的 但是你给其他人的感觉 你看她当梅姐一去世之后 过世之后就 第四天而已 去世之后就立刻要 拿多份钱要拿大份一点 哈哈哈 你已经立刻说要打官司了 很明显你已经是call定律师了 已经 你怎么这么快就能够准备一些东西呢 老实说 她不在乎的 这个人是 只是在乎她那份钱而已 长期以来都是这样 这种人是比大部分人都看不起的 尤其是她说一句 都死了啦 捐什么鬼啊 哇你没有搞错 这些说话你都说得出的 老实说 梅姐有这个心 都是想帮你积福而已 觉得不要捐了 让我洗掉了 捐什么鬼啊 我也没得洗啊 我要包利是又没钱 摆大售又没钱 这种人呢 她身边会不会多不多朋友呢 真正的朋友呢 酒肉朋友是不少的 不过真正的朋友应该都没什么了 贪她 可能身边有两个钱 就沾上去那种人最多 你说包利是 究竟她会派得到多少呢 一个这么沽寒的人 会不会好疏伤地派利是 老实说 应该不会的 对啦 也只是说而已 还有 其实你看出他们一些很可耻的做法是什么呢 他们不断 刚才我都说了 就是入品去挑战 梅姐所订下来的遗图 变相 不能挑战的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变相他们不断消耗这个基金 他们里面有的钱 有的钱 对呀 没错 亦是一些律师 这是其一 2013年和2015年的时候 就要拍卖了梅姐有的遗物 还有一些物业都有 甚至乎那些什么 奖杯等等都要拿来卖卖 泳衣都要拿来拍卖 引起功愤 幸好 后来梅姐生前的好友 和国际歌迷会都出钱 回购这些奖项 和其他的典牌品 其实信购公司也没办法 梅妈逼得要这样做 他觉得怎样 怎样都好 一拍两散 真是想不到 有时人性的 衰起上来 他的下限是无限下 是啊 这些真是 哇 这些是否才叫做 真正的财迷心脅呢 梅妈 你其实看回 今次梅启明 也是说了一句 那有什么问题呢 梅启明 比起梅妈妈 她的财迷心脅的程度 就真的小毛见大毛 老实说 是的 过去 所谓的街头抗争 都是梅妈妈大 亲自 计算的 或是安排的 她只不过跟着 妈妈后面 一起举牌 派传单之类而已 好了 现在 阿仔 现在出来 出来要控告电影公司 那梅妈说 阿仔 财迷心脅 有时说 也挺讽刺的 她是不是在做动督笑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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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梅妈的气 简直是入目三分的 我还记得 是的 是是是是是 有一次 就是妹姐,类似是纳将那些,然后叫梅妈去看看 然后梅妈抱着纳将就哭了,很想念你 哇,不是这样吧,是不是? 我不信了,没气,不信了,真的不信了 她根本不在乎她的女儿,你看得到的 她在乎她的女儿的钱而已 她的女儿也非常孝顺,梅艳芳也很孝顺 也很明白她妈妈和她哥哥的癖好,不好的嗜好,不良嗜好 所以才安排一份遗产分配 都是为她家人好的 但是不顶情不止,过去那几十年搞风搞雨 看到都觉得好笑 真是惨,其实有妹姐仲在人世,走红了之后 两个已经不断在一起了 又过过妹姐一栋,又做生意 这些就是江湖传闻 这些我们就不说出来了 如果是的话,妹姐都算是很大方 都没有踢爆你们,或者没有把梅启明逐出霸门 或者不管你,都知道你们两个都是一伙 或者其实都明白梅妈是重男轻女 不过都算了,始终都是自己的妈妈 这份孝心和细心的安排 我觉得真的没得顶 没得顶的,没错 那好吧,我们今节暂时讲完 如果各位,哪个人觉得是二十万都不够花 或者是梅妈这样做是做得对 不叫财迷心票 我都很欢迎你,不妨留言告诉我 我真的觉得太过分了 讨论一下 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